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天父在阳光美丽的一个黄昏 让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主在繁忙的日间的生活 我们现在都在你面前休息安定 让我们心在里面前求圣灵临到我们当中 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 让我们学习 都能够有一种的智慧 也有一种的认知 让我们知道怎么去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 也欣赏我们的文化 也求你给我们熟灵的生命 让我们有无尽的爱去对我们的同胞 我们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从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好好地学习 让我们学到的能够对你的国度 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 我们感谢你 见到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命而求 Amen 好 中国文化是怎么开始的 那么中国跟西方可能一个最大的不同 是西方文化是从大海那里开始 西方文化是在希腊跟意大利都是半岛 他们面对风陶的大海 他们的资源不够 所以西方都要不断地航海 走到海上去找寻新的地方 他们充满了冒险的精神 他们也面对大海的冲击 所以西方也想办法克服大海 以至到他们就发展了科学 而西方也是一早发现了数学 特别是几何学的奇异 他们就用这种数学 那种的公理系统来理解宇宙万物 这就变成科学的思想的根源 那么在西方是大海冒险当中 也在大海的交易 你跟不同的地方 航海来交易 或者清了其他地方 充满了竞争形态的 开始了西方文化 而中俄文化就不一样 中俄文化是在环河的流域开始的 它是个平原的文化 是大河流祸的文化 在这种大平原里面 最奇特的地方跟西方不一样的 就是种族与种族之间 世族与世族之间 是没有大山大河把它隔开 这个跟欧洲不一样 欧洲很多山 而且有大海 跟埃及或者美索布达米亚也不一样 因为这些地方也是很窄的平原 只有中国是一个大平原 这个平原里面 人与人之间 族与族之间 没有自然的隔开 所以比较容易融合 所以中华民族最特别的地方 在我们每个人 可能过去都从不同的族来的 但是后来都融化成为一个大族 汉族人就是一个大族 把很多族融化起来 中国的大平原 在西边 北边 东边 都有高山 或者高原 所以中国是给很多的山来包围的 但包围的地很大 是大平原 所以中国是 是敌人要攻进来不容易的 中国只要间有万里长城 守住了那些大山之间的空位 敌人就打不进来 敌人打不进来 我们就守住了最好的地方 就是先在黄河 后来当敌人攻破了长城 进了黄河流域 我们就跑到长江 发现长江更好 而且通过长江 就可以对付外国的侵略 所以我们可以守长江 如果长江被攻破了 我们还跑到南方 还有朱江 朱江原来又更丰富了 如果从敌人攻到朱江 中国还可以跑到东南亚 跑到马来西亚那一带 或者跑到香港 当香港人为止 还能够跑来加拿大 跑来美国 中国人总是有得跑 所以中国这个民族 没有在历史上给消灭 我们的文化也没有给消灭 我们的地理环境很特别 我们只要守住了就好了 所以中国是一个守形态的民族 不是攻的形态 西方面对大海 它一定要攻 要冒险 中人不是很冒险的民族 所以我到了沙维 我在沙维读博士的 沙维有很多那种化烂 这个大烂的 站在那个板上 这样冲 我就到了沙维 想学一下 那时候还年轻 叫我的朋友 华人没有一个懂 华人一个都不懂化烂 因为我们都是不太冒险的民族 孩子要化烂就叫他不要 觉得很危险 我们是一个不是很冒险的民族 我们是守的形态 不是攻的形态 所以中国不是很亲热性的民族 我们所注重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内部的和谐 所以中国亲热性不多 但是内斗就很多 所以要克服内斗 我们就需要有内部的和谐 所以自回来中国人面对的机缘的问题 这是在这个大平原的大地上面 多足并传 如何可以让不同的族得到和谐呢? 如何能够和平共存呢? 你注意到中国古代的思想家 一般都不是 那是哲学家形态的人 反而是一种富有政治任务的人 所以古代的伟大的人都是圣人圣王 他们有实际的政治的责任 而不是去想一些 悬想一些很高的行恶上学的问题 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的大师讲家苏格拉底 他们希腊人很喜欢在 应该是一个广场里面思考 讨论宇宙的歧义 苏格拉底可以一整天站在广场 整个晚上都在广场思考 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家的 据说苏格拉底的老婆是很凶的 他常常跟他吵架的一盘水破过去 所以苏格拉底说 这个太太是打雷之后就下雨 为什么骂他很简单 整个晚上你到哪里去 我在广场思考 太太可能不相信吧 苏格拉底也说 如果你娶到一个好太太就很好 如果娶到善我这样的太太 肯定你会成为哲学家 而中国就不同 不是这样思维的了 中国都是圣人 圣人都家庭很好 对人民很好 这些是思想家 他不是一种可以悬想一些 行业上学问题的人 在中国古书好像上书 书经里面长到圣王 姚帝 姚帝什么 他科名静德 他是有最高的道德 以亲九族 他就把不同的族合起来 也把自己的亲人合起来 九族之木 带来这个和平 屏赞百姓 就是这个屏赞就彰显在 这个和平就彰显在百姓哪里 百姓超明 百姓就很明显做得好的时候 叫协和万般 协和万般 这个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理想 因为在古代分了很多的邦国 但是邦国能够和谐共处 那就是最好的情况 圣人就能够带来和谐 所以和谐是中国文化里面 有很关键的理念 最初是个非常实用的理念 就是各族和谐大家都生活得好 所以中国古代是面对一个他人的世界 中国很重是他人的存在的 不同的班 不同的族 不同的国 大家都有其他人共同存在 在家庭也有其他人共同存在 所以中国不是个人意识很重的一个散法 中国人是一个与其他族 其他人共同存在 很多亲人我们就共同存在 而且亲人关系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中国 那个是私隐这个观念比较小 我们要父母总是偷偷看看孩子什么东西 也常常开门进去看看孩子房间里面搞什么 外国是有私隐 有私隐 我们是没什么私隐 父母什么都要知道你的 那就是我们是个以关系为本的一个文化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他者共在的世界 是他人跟我们共同存在的 所以我们不是以数学或者逻辑为本作为我们思考 我们以关系和和谐作为我们思考的重点 我们重视的真理 是希望是比较具体的真理 不是抽象的真理 抽象的真理是通过逻辑推论 逻辑的命题推论出来的 具体的真理就是在生活里面可以体验的 比如说我们说你要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是没办法用逻辑或者科学来证明的 如果对孩子说你要孝顺父母 孩子说why 你没办法跟他认证为什么要孝顺父母 你再说why就打一巴掌算了 但是孝顺这个经验 原来当你慢慢大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你不能逻辑上科学上证明人应该孝顺父母 不过当有一天自己大了 爸爸妈妈老了 忽然之间你对他有一种的感情 你觉得要对他好一点 这就是孝顺的经验 然后有一天爸爸妈妈死去了 你忽然之间觉得很怀念他 而且总是想我应该对他好一点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更好他就死去了 然后当我妈妈死的时候 我也想到 哎呀我本来可以对他更好啊 可惜我没有机会了 他死去了你就怀念他 然后我在飞机上如果看这个电影很好 我就想回家买这个DVD给妈妈看 哎呀妈妈已经不在了 吃过餐馆很好 我想上次带妈妈来 哎呀妈妈已经死去 夫人之间这种的对爸爸妈妈 对亲人的怀念 我们就明白这种情啊 就是一种笑 而这种是个真理 那个真理不能通过科学来证明 而是通过人生的过程 你就慢慢明白 这种中国人的真理观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观 而中国人呢 他最早要解决各种问题的 如何带来和谐呢 结果啊 结果啊到周桥的时候 很重要的年代 中华文化建立 主要从周桥啊 开始而是里乐的文化 当周桥 统一天下的时候 周桥就自理作业 他很聪明 那么多不同的族 要他们和平散出 非常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靠军队来压他们 他们不服气 你看法律 法律只是外在的控制他 但是如果你能够通过教育 一种共同的文化来教他 这就是里乐 是用文化来统一 所以大家如果有共同的文化 我们这种共同的文化是个彼此尊敬的 艺术性的文化 那我们就可以统一了 所谓里乐 里就是一种艺术性的行为 它能够带来和谐 理智用和为贵 音乐是乐与道和 听音乐大家可以和谐的 人一听音乐大家就和在一起了 所以现在流行音乐 很多孩子年轻人喜欢听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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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那么大家就忽然之间就和起来了 或者听古典的音乐 大家慢慢听就跟着他 游来游去 本来很多争论 听音乐的时候大家都听下来 这就是音乐的共同性 所以当我们一起唱 哀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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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respir Qui都算不错 好了 在这个下来 音乐人和拔人合起来 周公很厉害 当购路的诸侯 大家都在争论的时候 他可能 大家停下来 听音乐 后面 大家马上听音乐 就不再吵架 这古代中国那种 音乐究竟是什么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乐经已经不见了 都发现古代那种钟 中国很多那种钟 它打那种钟 看来它能够带来一种 很特别的 一种和谐的感觉 中国是以和谐 成为它文化的中心 和谐用理带来和谐 因为理是带来尊敬 在理纪里面 讲到 所以理最大的理是什么 理是可以对天地 对神灵 对君臣 对男女 兄弟之亲 对婚姻 等等 所有都是以尊敬为本 所以君子以此为尊敬人 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 百姓学会彼此尊敬 人间就可以和平和谐 所以和谐是我们中国文化 有很重要的价值 最简单 当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吃饭 就很表现的一种和谐性 西方人吃饭 这不是和谐性 而是分析性的 它不是综合的 因为西方人一人一盘 是个人主义的 然后他还用刀叉把它切开 里面的牛排跟菜 或者马铃薯都分开 土豆都分开的 西方人分 中国人都合在一起了 把很多东西弄在大戈里面 这就是和谐 很多人弄在一起就很好吃 结果吃进去什么是什么 也搞不清楚 然后中国人他吃的时候 还会分来吃 中文不用刀叉 用筷子 筷子是什么 筷子是用平衡 我们孩子从小要学会吃饭 就先学平衡 所以中国人平衡之道很厉害 平衡就是用和谐 筷子不能来杀人的 刀子可以杀人 你用刀子可以忽然间打起来 筷子最多 五杀小小小可以飞出去 飞死一个人 筷子不能拿来打人的 中国的刀都不会拿在座纸上 都在厨房把东西切好拿出来 台上没有刀的 所以中国人要用刀砍人 捅人都在背后 然后当我们吃饭的时候 如果我们吃西餐 如果西餐一人一份 老外看到中国人总是 我来试一下你的 你来试一下我的 这个太太要把丈夫拿一些过来 孩子拿一些 我要分一点给你 他分来分去 我们还是个分的文化 是和谐 然后我们吃菜的时候 是共同吃的 不同菜放在哪里 加一个圆的盘 转了 什么都吃 都不同的人吃共同的菜 然后我们还能够 会剪菜给人 这个是最特别的 老外吓了一条 你剪菜给他 而且老一杯还是不会用公筷的 都用自己的筷子剪菜给人 我有一次旁边一个老先生 对我很好 常常剪菜给我 他就用自己的筷子 他觉得自己的筷子好像不干净 还要放在嘴巴里贴一贴 黏一下材 这样干净 来来来来 完蛋了 那么我们是一种和谐文化 单单从吃饭里面我们就理解 而我们这个和谐的最后根源就是 这个宇宙是和谐的 中文讲到天 天有上地 这个地这个字 在甲骨文里面常看到地这个字 地是什么 这宇宙最高的主宰 而这个主宰是没有形象的 所以从甲骨文里面地这个字 根据岳玉生跟明义士他们的研究 这个地这个字就有点像一个祭坛 在雏心于一个祭坛上面 祭坛是什么 那是来祭上地的 所以甲骨文本来是三行文字 本来每一个字都像一个东西 但是上地没办法上行 所以就能够只能够把祭坛那个行来弄出来 就成为上地这个地制的根源 而地是具有主宰的力量 然后到周秋 还有这个环天三地 最高的全知解 这一段我们从前都讲过 环宇三地 最高的三地 临下游客 他从天上看上来 从超越了世界看似 有显赫的观容 监观释放 他见识 观测释放了世界 愁明之末 他要追求人民的幸福 还有 他也是公义跟道德的根源 天生精明有物有则 明之秉以好事以得 天生重明 精这个字 真这个字是重的意思 天生真明是重明 有物有则 所以所有事物跟规则 这个秩序 是上天所创造的 明之秉义 人民秉持这个很好的上天的规则 好事以得 是为追求这种的美得 天序有点 天聚有理 这个上天表达他的秩序 就是点和理 就是说 人间的理 那种美好的秩序 是从天而来的 天命有的 上天会把天命 加给有道德的人 上天是有性情的 有意志的 他知道谁是好人 就叫好人来当圣人 成为圣王 天陶有罪 如果人犯罪 上帝就叫那些圣王去打那些坏蛋 所以很明显 上天 创造万物 创造规则 创造道德 创造典礼 也是把他有性情的 他把命令 加给那些有道德的人 然后这一段 我们从前提过 周文华是维持文华 小心翼翼 超视三帝 还有 书经讲到 下世有罪 与为上帝 不敢不证 所以说 这个伟大的圣人 周文华 小心地 去侍奉上帝 而这个 当下节 这个暴君有罪 这个贪 这个三贪说 我是敬畏上帝的 我不敢不证 争吐他 这里很明显 古代的 敬天文化里面 这个天 是有意志 有性情 就是有personality 有位格 然后书经文章 为皇上帝 将冲于上帝 若有恒性 所以上帝 把一种 大宗大正的人性 放在人里面 冲着去 中这个意思 大宗 中正的意思 就是大宗大正的 那种人性的善 放在人里面 让人有永恒性 所以人性是永恒的 要有天降给他的本性 而且这个上帝 还听人民的意见 所以天是自我民事 天听自我民听 所以上帝通过人民来看 也通过人民来听 然后中国不但敬天 他要法祖 就是效法祖先 这是一种 报恩精神 中国古代的宗教 是有一种 报恩的精神 这是上帝把万物 创造了给我们 而我们祖先 也用他的学汉 来建立的文明 我们都要回报他 所以各种的纪律 就是一种 报恩的精神 就是古代的 中国宗教的精神 好了 这种精神 形成中华民族 一种很重视和谐 也很敬畏宇宙的一种 基本的文化 然后把这种古文化 继承的是儒家 那么当儒家的时候 是春秋时代 那时候各国互相的侵略 兼并不再遵守文化的秩序 所谓礼崩越坏 礼越崩溃了 那时候 文化的秩序崩溃了 那怎么办呢 那时候面临新的问题了 旧的问题是 如何统一天下带来和谐和平 现在这个统一的文化崩溃 价值好像不再存在了 那么如何重建价值呢 孔子就在这个年代出生 孔子 他胜于无岁已 久已无不服 梦周公已 就是 我已经不行了 好久没有做梦 梦到周公 孔子常常照梦 看到周公 因为周公是创造周囚的文化 所以我们到现在 如果说要睡觉 就说要见周公 然后周建于二代 于于福文哉无从就 他说周囚是很有文化的 所以孔子说 要跟从周囚的文化 他一生奔波 希望重建原本的文化的积蓄 他的理想是什么 子录问 君子 子曰 修吉已尽 跟着再问 周如此简单吗 他不不不 还有修吉安人 那么简单吗 还还还有 修吉已安百姓 他希望能够安定天下 做好自己 让天下好 因为古代说 有道德的人 上天就把天命交给他 所以我做好我自己 我就有可能把一个美好的文化 美好的和谐 重建在大地上面 但是孔子到处走 没有人听他 所以实在他也是很痛苦的 发现这个世界已经乱了 没办法把美好的东西 重新再建立起来 在这个时候 他产生一种 在徐福关先生说的 叫忧患意识 什么是忧患意识呢 这句话来自义传 就是 做一节 其有忧患福 写一经的人是有忧患 但是他很担心那个连带 写一经的人就是周文桓 传统说是文桓作义 周文桓遇到一个非常罪恶的年代 暴君控制人民 所以他是非常担忧 孔子也是很担忧 得之不修 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塞 不善不能改 事无忧也 他担忧是什么 人都不做好他自己 也不学好他自己 遇到正义他不会好好学习 遇到不好他不会改变 他说我担忧 就是人变得越来越丑恶 说实话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也差不多 人是越来越丑恶的 在西方如此 中国也如此 进到中国现在吃东西都很担心 什么东西都可能有毒 所以我在街头买一杯奶茶的时候 我就问了是 有没有那种三聚清安在里面 他说没有 没有 然后我当然 我很喜欢吃中国的油条 炸得非常香 非常好吃 又便宜 早餐吃油条不是挺好吗 但是在买油条 问这是高厨的油吗 中国当人没有联知的时候 不用他联知的时候 人是越来越坏 所以得知不修学 不讲文艺不能塞 不上不能改 这是个丑陋的年代 但是当全世界都丑陋的时候 我没办法改好这个世界 但起码我要坚持这种善 这种道德的善 就是我要自己做好我自己 要尊敬自己的人格 虽然人人都不好 但起码我尊敬自己 我不做对不起联知的事情 我不做对不起他人的事情 如果这样的话 这种对自己的尊敬 夫人今天就明白 原来古代的礼乐文化 它的精神基本上 就是一种尊敬 能够尊自己 就能够尊他人 我们原来礼乐文化 就是教理如何尊敬自己 尊敬他人 这就是怎么样好好成为一个人的问题 所以孔子的思想 开始改变去思考 这是不再是要重建礼乐的问题 而是如何能够在没有文化 没有道德的年代 可以好好做一个人 所以孔子只路程问他 成人 孔子说建立是义 建为寿命 走要不忘平身之言 可谓成人仪 见到利益的时候 先想到正义 见到危险的时候 愿意牺牲自己 保持正义 一生不要忘记你曾经讲过的话 那就叫成人 这个成人是什么意思 是成这个字 在论语里面你发现 都是一个动词的意思 动词在说 如何成为一个人 所以这个叫 英文就是 How to humanize yourself 如何变成一个人 好好的人 像样子的人 humanization 原来仁义的人 这个字 孔子提出来 就是一种 好好的做一个人的意思 所以孔子曾经说 管仲 人问管仲怎么样 他首先说他仁也 这是一个善仁的人 后来又问他 他说如其仁 如其仁 就是仁义的人 这个仁义的人跟人类的人 是通的 论语里面 仅有一句 仅有人言 这个仁也是人类的人 所以仁义的人 那个仁 跟人类的人 这个仁是相同的 相通的 孔子中庸都要说 仁解仁也 那意思说 仁义这个字 这个仁 就是善样子的人 然后仁玄也解释 中庸这仁 就是三人偶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来意识 就是说一种 亲爱的关系 很好的关系 所谓礼乐文化 他根源就在 好好做一个人 孔子发现了 古代以来的 礼乐文化的精神 是如何做好一个人 所以他说 仁而不仁如礼和 仁而不仁如月和 这礼乐 如果没有仁 仁义的人 如何可以要礼乐呢 礼乐都没用的 礼乐的意思 就叫你好好做一个人 所以他说礼啊 礼与允 礼允 玉白云浮哉 礼只是做一些 用一些玉 或者用白 用很好的布 那这是一些东西 越允越允 中火云浮哉 月子是打打中国吗 不是 你又要你好好做一个人 所以中国文化的核心 就是如何好好做一个人的问题 然后 如何理解人呢 宅我问 三年之算太久了 爸妈妈死了 你不是要花三年去 去祭祿她 孔子就问 这个爸妈妈在你出生的头三年 都在抱你 看顾你 她死后你花三年 祭祿她 你不这样做 你安心吗 欲与安抚 她说安 当她离开的时候 孔子就 那时候与安则为之 之后就说 与之不仁也 所以说 人是跟安 连起来的 那意思说 什么叫仁义的人呢 就是当你觉得不安的时候 就是你的仁义的心 就是你的良知 当你觉得不对的时候 你心中会不安的 另外 人是一种 举手不欲物事于人 就是 你是感受到他人的需要 举手不欲物事于人 举欲利的利人 举欲大利的利人都是 我做好自己 也帮助你做好你自己 这个就好像中国 他自己富强 他也帮助旁边的国家 也富强 这也是中国 现在的外交 就是举欲利的利人 举欲达达人 举手不欲物事于人 我不需要人这样对我的人 我就先不这样对人 所以中国比较小 骂其他国家没有人权 就常常给人骂 他没有人权 但是举手不欲物事于人 我不骂其他国家的 然后还有是爱人 这个人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亲情也是于人 所以孝帝也解 其为人之本语 人就是从亲情里面 你发现你爱你的父母 你爱你的兄弟 基本上这种很真实的感情 这是人的基础 而且人要常常反省自己 所以孔子说 克己福利为人 就是克服自己的欲望 回到理 这是人与人共同的和谐的关系 人很多时候有自己的欲望 但是我要克己我的欲望 来恢复与他人的和谐 那叫克己福利为人 如果这样 天下我先做好自己 带来人 天下都可以人 为人有己 而有人负债 仁义的人是要先做好你自己 然后人也是各种的道德 好像孔子说 公宽性敏慧 或者干义慕拉 或者勇 这些都是人的某一种的表现 都是各种道德 就是人的表现 然后孔子在概念上 做了一个重要的区分 就是君子跟小人的区分 一般我们要理解一个人私散 要看他的区分 概念区分在哪里 他主要就是从人格来区分人 君子本来是贵族 本来是贵族 贵族所代表的一种 应该有的文化跟人格 从前贵族是很有文化的 也应该有很有道德的 但是孔子要看到 可能贵族根本很坏 所以他觉得君子的意思 不是指你的贵族身份 或者社会的地位 而是在你人格 在人格上你适不适合贵族 小人就是你的品格 很坏 就是小人 所以君子是以义为他的本质 君子义为职 为职 离以行之 或者君子欲欲义 这是以正义 人义为本 君子也求诸己 希望自己做好自己 跟小人为了利益 希望他人来看好自己 而不在乎自己 是不是真的好 这些君子跟小人的分别 就在这里 这是孔子的思想 然后到孟子了 孟子了 他面对这个更大的乱局 这是战国时代 人跟丑恶了 春秋还有一些礼乐 礼是虚伪的礼 但是起码还有礼 战国就是我长大的欺负礼 这个霸俗已经出来了 大家不再相信 有共同的人类的普遍的价值 所以孟子就希望自己能够出来 来重建某一种道德的基础 去破一种三对主义 孔子跟孟子有点不同 孟子就特别讲到人性 为什么 人要好好做人呢 因为人的本质 原本是好的 是善的 所以这不是三对主义 三对主义就是 你要你的好 我用我的好 我说我的好 我跟你的不一样 孔子就说不 好不好是有共同的普遍的标准 那就是人性 是有共同的普遍的标准 怎么看到人性的共同标准呢 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这次不忍 孔子讲不安 孟子讲不忍 不忍就是你看到他人受苦 你心中会不安 人类真的很奇怪 人看到他人受苦是不安的 在四川地震 我们都有点不安 连看电影我们也不安 电影 我们连外星人受苦 我们也不安 那个电影叫阿凡达 根本是假的 但是你也看得很激动 看人类压迫外星人 我们都很激动 人性是有这种的不忍之心很奇特 所以文学才可能 有不忍之心 否则你文学怎么写 人看都没有感觉的 人是有感觉的 他会感受到他人的需要的 所以他说 金人家间如此沾入于井 就是你看到一个孩子 快要丢到井里面 那个孩子不知道 跑到井里面 这个井有些解释是 是不兽不野兽的陷阵 更厉害 抓住孩子 所以你看到孩子快要丢进去 你马上就有一个心想救他 他皆有续踢车影之心 你车影之心出来 你马上不希望他受苦 你都要去救他 他说这样 非所以泪交于如此的父母 也不是因为他父母很厉害 你想交他朋友 他是李嘉诚的孙儿 你马上救他当然可以有钱 但是你想救他不是因为他父母是什么人 也不是希望朋友们说你好 欲欲相当朋友 这不是旁边说 你多伟大你去救人 非物其心而言也 也不是为了他的骂我而做的 然后他说 无寸影之心 非人也 就是你没有这种心 这不是人 人就有这种关怀人的心 当你有这个心出来 不是为了你 不是为了他父母 也不是为了朋友加美你 也不是怕人骂你 你要救人的时候 是自然在里面流出来的 这样的心 这是人性的最单纯的善良 就在这里 看得到了 如果你没有这种基本善良 你就不是人 车影之心 人之端也 所以仁义的人 这个人 开始你知道人有人 人性里面有仁义的人 那是因为 从这种车影之心里面 你就看到了 所以孟子的方法 就是用一种现象学的方法 来去掉各种利益的解析 然后去描写人性自然的流露 而说明人是有善的 然后不但仁 仁义理智 他也认为 非有外利我也 我应有 我固有之也 不是应有 固有之也 这是我天生就有的 不是外面叫我才懂 我本来在我心底 就会有人义理智的心 我会追求正义 我会追求跟人和谐 我也追求知道什么是是 什么是非 这就是义理智的意思 这是人跟动物不同 孟子认为 这跟情兽不同 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你这个人不是人 我们中国人骂人 你不是 这个不是人 这是野兽 情兽 这就是孟子律的标准 人是具有某种善 是他的普遍的人性 通过这个 你这个批评那些 三对主义的说法 所他们所做的 所讲的 是违背了普遍人性 所以有普遍人性的标准 我就可以批判 人间的丑恶 如果三对主义 那就没什么可以批判的了 而这种人意理智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通的关系 也是一种和谐的关系 孟子他长到人跟动物分别是很小的 人之所以异于情秀节寄稀 稀的稀小的稀 这很小的 人跟动物分别很小 宿命去之 普通的就把那一点点人性不要了 君子权子 但有道德权子 那一点点好的东西 然后人是有他的大体 也有他的小体 大体就是追求最高真理 小体就是 只看到目前的需要 耳目之观 不失而必欲物 人只重视看到听到的话 他不会失散的话 他就会给万物所蒙蔽 物叫物之引之而而已 就是各种万物来影响了你 引之而引有你 你就不会思考了 但是心之观之失 人有心他就会思考 失者得知 不失者不得也 人有失散他就会找寻更高的真理 持天之所以与我解 上天就把这种思考的心 买给我 先立伏其大解 人要这个是大人之心 你先把大人之心立了 小的那种感官就不会夺去你的思想 只为大人之心立了 只为大人而一 就是做一个大人物 心灵大的 有道德的人 他不会给他的感觉所控制 而是他的心灵能够控制他的感觉 然后他又区分了义和力 所以他见那个梁卫环的时候 环月守老先生 不远千里而来 你那么远来 占有以利无果福 你对我们国家有利益吗 孟子说 王何必要利 亦有人义而已 不是讲利 我们讲仁义 他说你如果以仁义代人民 人民以仁义代理 这个国家不是更好吗 然后如果生和死 你面对生存跟正义 两者不能并存的时候 他就说要舍生取义 这是义比利比生命更重要 然后这种心和性的根源在哪里 他说尽其心结 知其性也 知其性责之天也 就是进了你的心 你就理解你的性 理解你的本性 你就知道天是什么 人性是从天而来的 然后君子所过节化 所全节神 三少与天地同流 君子所经过的地方 他都带来教化 他所留下来的 是一种非常伟大的神意的价值 他的心灵是与天和地同流 这是天地的创造性的变化 它是与这个创造性变化 是合在一起的 但是宇宙也有些奥秘 是好人不一定得到好报 那个叫命 这个孔子就讲到柏刘有质 这个柏刘病了 孔子在窗口抓住他的手 他说满之万之 命以赴 诗人也有诗集 就是哎呀 这就是他快要死了 这个白流 这就是命啊 这是他的献祭 这么好的人 也有这样的病啊 好像无可奈何 人会遭遇各种 无可奈何的命运 可以是 你的努力 不一定能够改变他的 命就是努力也不能改变 所以他说这个道行不行 好像都定了 命啊 那么而且你明白人是有限的 人努力不一定有好报 但是你还是坚持行善 那就是真的君子了 然后孟子说 全其心 就是全着你的心 养你的性 把你的心养起来的时候 是侍奉上天的 而夭受不异 这是你 长命或者短命 夭就是短命 受就是长命 身 长命或者短命 你都不改变 不饿就是 不改变 不饿其心 你先不要第二个想法 修身与自知 做好你自己 等待你的命运 所以你命运 就是不论你遭遇是好还是不好 我都做好我自己 这叫利命 这个天要是什么呢 孔子长到天 孔子是祷告的 秋之道久矣 他秋就是孔子 孔秋 他说我祷告好久了 这个 他的弟子们 有上神明祷告 是上下的 上神明祷告 有吗 有没有的 孔子说 我祷告好久了 孔子有祷告的 然后这个上天 是有性情的 天赞 将父子为木多 木多就是 那种的老师 从前当老师 拿这个木 来敲 这样 那么 那就是上天 已经降下 孔子成为老师 然后 孔子说 天和言在 世事行言 白无声言 上天没有展化的 所以上天没有 特殊的启示 但是你看 世事变化 白无声展 它就在哪里了 所以孔子知道 这个天 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他 他在行动 在把天的万物 变化 就在哪里 就在天的 创造性哪里 而当他一生 到最后 还是非常不成功 他说 莫我知也福 没有人理解我 那么他弟子说 你怎么说 人不理解你呢 他说 我不怨天 不由人 下水而善打 自我解其天赋 就是我 不怨天 我一生好像没有成功 但是我不怨 要不由 这里不是由 是由 就是由其是那个由 不由人 不责备他人 下水而善打 我是在人生 做好我自己 然后善打于天 那么谁真的理解我啊 天就理解我 很明显 孔子心中是有上帝的 因为天能够知道他 他说我一生 事业上没有成功 但是我没有怨恨 没有说他人不好 我只是做好我自己 我 那么知道我的就是天 这是在人生很多痛苦 但痛苦后面你发现 我做好我自己 这个上帝是明白我的 就有这个意思 孟子也讲到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 上天把这个责任交给你 大责任给你的时候 他会教你经过很多苦难 上天会 要用你的时候 要你经过苦难 然后他又讲到 天不严了 上天没有展望 行与事事事与而已 上天就是行动 没有展望 这个跟孔子的说法一样 不过他意思 孟子就说 一些伟大的圣环 他能够受到天的重视 天不用展望 人民喜欢的 就是天所喜欢的 他意思就是这样 然后到中庸很清楚地讲到 人性的善从何而来 从天而来 天命只为性 所以人性的善从天而来 然后还有中国的《易经》 里面有一传 里面展到宇宙是个和谐的宇宙 前到变化 宇宙是创造的变化的 各正生命 每一个事物都按他原本手 安排的来 全在得很好 这样就饱和太和 那么宇宙就有和谐 太和就是宇宙有终极的和谐 而宇宙是有个开始 大灾前沿 就是创造性 万物支持 万物就从这个创造性而开始 所以中国的一传 基本上认为宇宙是创造性 而且是和谐的 然后中国的思维框架 就是所谓三财之道 或者三级之道 就是天之道 地之道 人之道 中国人思维总是天地人 合成一个基本架构 而这三个天地人后面的根源 就是太极 太极最后的终极真理 右手是太一 独一的真理 而这个是宇宙创造性的真理 而这样合成 一个中国人对宇宙的终极的格局 我们从这个图来看 从太极的创造性 而展示了天地人的一个宇宙观 那么在儒家最高的人格 就居天下之广居 孟子说 以天地 宽广的天地来生活 你天下之正位 好好做一个震荡的人 行天下之大道 我把天下应该有的道理行出来 如果这样得知与民有知 我得知的时候 我让人民分享这种好处 不得知 独行其道 如果我不受到重视 我自己做好 我自己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赢 有钱的时候不淫乱 你看现在中国人一有钱就赢了 连美钱的人也赢 贫贱不能赢 我贫穷的时候 不能改变我的人格 威武不能去 当你压迫我 我不会改变 我不能屈服于你的压迫 富士是位大丈夫 这就是真正伟大的人物 大丈夫 最高的境界是 占天地之花育 与天地参与 所以参与天地的创造 人要能够参与天地的创造 人跟天和地合起来 成为三个最基本的 天地人的架构 陈明道有一首诗 也是一个很高境界的诗 闲来无事不松荣 平常自由自在 因为你都尽了你做人的道理 无事不松荣 睡觉冬穿锐以红 睡觉依止睡到天亮 都不会做噩梦 万物静观皆自得 事实皆庆与人同 慢慢看万物 你都知得其乐 事实的变化美好的时候 你都跟人一样的分享 不出天地有形外 就是你的心灵走出天地以外 事日风云变态中 又能够进到人间的变化当中 富贵不云平易乐 难而至此是好凶 富贵的时候不云乱 贫困的时候还是快乐 难而到这个时候 是真的英雄豪杰 你看看这个你那一点会做到 第二句最容易做到 好了 我们从儒家这种思想 跟他的最高人格 你可以明白中国正统文化 还是非常有道理 而且我们从小都有这样的文化 陶冶 虽然不是很清楚那种内容 但是多小小我们就是 做人要好好做人 要良知要道德 这成为中国文化很关键的一些思维 但是从这种思维怎么讲到基督教呢 实在也不难 如果人性是善的 中人这样认为 这次很对 如果没有一点善 人是不可能共同生存的 不过当然人也有罪 基督教也讲到 罪就是你的善 不能完全改变你的恶 但是你有善 这个善还是 如果是人性是个本体 而这个本体善 人性本体的善 是里面是有情 通过一种情来流出来的 所以孟子说 乃若持情 则可以为善 这是顺着你的情流出来 就是善 善是一种情 如果善是有情的话 这个善来自天 天命之为性 那么天肯定是有情的 所以从这样的推论 中国文化 儒家的推论 人性根源于天 这是宇宙 宇宙最后的真理 这个天也一定有情 因为善是有情的 所以从儒家的思想 你一定可以推出 宇宙有最后一个 有位格 有性情的真理 就是一个类似 上帝的一种真理 而且宇宙深深不息 从儒家来说 是为天之命 无物不已 会自成无息 这些话 天地之大的月生等等 所以宇宙是不断生长 总是有很伟大的 创造性的本体 而这个创造性的本体 是宇宙是创造性的 如果宇宙是一个创造性 又有性情的真理为本 那可不就是一个 创造性的3D吗 所以我们从儒家的道理推论 推下去就是 会有一个有性情的3D的存在 而这样的3D是可以有启示的 所以从这个推论就自然可以推到 基督教所讲的3D 一个主动善能启示的3D 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 从神学去反省这个天的观念 当天不说话的时候 他就是事行言白无声言 这个孔子所说的 或者孟子所说 天不言 以行与事事之 那所以说 天 它的显现 它自己 是默默地显现它自己 不讲话的 这个叫默现天 但是天也可以主动讲话 我叫这个揽线天 但这个天主动讲话的时候 它跟人沟通 人基督上来 成为启示的经典 基督教的圣经 就从这样开始了 所以从儒家思想 你一步步推论 逻辑上不能不推到 是有上帝存在 如果真的有上帝存在 上帝也可以三人说话 孔闷着说 上帝没有说话 但是上帝也可以对人说话 圣经就讲到了 实在上帝 是没说话的时候 你也知道他存在的 所以上帝的事情 人所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上帝以上 他们显明了 自从照天地以来 上帝的勇能和神性 是明明可知的 虽眼不能见 但只是所教之物 就可以晓得 无可推诿 就是这个上帝的存在 是明明可知的 从人心底 就有追求上帝 追求真理的心 而且从天地万物里面 你都会看到 他的勇能和神性 所以知道 从所教之物 你就知道 有上帝存在 然后保罗在雅典 这是西方哲学的中心 他提到 你们希腊人都拜很多神 但是有一个神 是魏师之神 这是你不认识的 但是你还拜他 魏师之神就是 人拜神的时候 他拜漏了什么神 所以放一个位置说 我忘记拜你的 你就到这里了 但是就在诸神以外 是不是会有 还有个更广大的信 因为诸神都是有限的 那么在这个诸神 每一个有限的神以外 才是个无限的世界 就是你不知道的最高的 那是什么 就是创造宇宙 和其中万物的三地 他如果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 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导赞生命 起始万物 吃给万人 是他把生命吃给人 而不是靠你来拜他的 现在他救人 人们来寻求三地 或者可以全摸而得 其实我们生活 动作全流都在乎他 那么这是在圣经里面 展到这个默现了三地 但是这个三地也主动 跟人会面 那就是三地一展化 三地的Logos 从万物 从Logos 也造出来 从这个道 也造出来 而这个道 是三地要说话 它也道成 肉身来到人间的时候 它是生命在它里头 这生命在人的观 这个时候 它就揽线了 这是很明显的主动的出现 而上天主动灵格 与人类会面 他三地来到 与亚伯拉罕 与摩西 与先知 与使徒 都会面 当他临在的时候 像Otto 著名的宗教学家 他所说 是一个深薄的奥秘 是一个绝对的他界 三地来临的时候 一种深薄的奥秘 又是一个他界 因为他不是你 不等同你 他是另外一个 但是他又那么深薄 神圣 玄妙 也带流出 带来那种喜乐 流出的一种爱 当你遇见他的时候 是深薄无比 但是他又不等如我自己 有时候我们总是 有一些说法 你知道你自己 就知道上帝 好像印度教 都是这样说 但基督教 就不是这样说 你认识你自己 不等如你认识上帝 你自己无论 无限多么厉害 你还不是上帝 因为你遇见上帝的时候 他有他的奥秘性 就好像什么呢 这个他界的权在的好上 当你看到 年轻的时候 看到个漂亮的女孩子 你很想认识他 但如果他不跟你说话 你就没办法 你在他面前 你引他注意 男孩子打球打得很好 引他注意 他不看你 没办法 你读书读得很好 他不理你 也没有办法 你在他面前打坐 打到飞上半空 到自我怎么显现 他不跟你说话 你也没办法 直到有一天 你跟他会面了 在沙滩 你看到前面他走过来 风吹起他头发 跟他的薄纱 他来到你面前 说我一生要等待的 大概是你吧 那时候 对对对 当然是我 这一刻 你就遇到一个 深薄的奥秘了 当我刚认识 我女朋友的时候 她正是个奥秘 她怎么闪 我不知道 她对我这样 笑是不是有意思 她的眼神 和那种 从孔放大 是不是代表 她爱上我 原来 她原来看旁边那个 不是看着我 哎呀完蛋 你总是猜她怎么想 然后后来终于 大家认识了 她跟你说话了 你慢慢认识她 但是还不是完全认识 到结婚了 结婚之后 还是太太 还是个奥秘来的 你不能永远理解她 你永远跟她感通 像上帝来临 就是你永远不能完全知道 她是个深薄的玄秘 当然遇见她 但是她对你要启示的时候 圣经就同样长到天地人 一经长天地人 圣经也天地人 因为上帝创造宇宙 就是天地人 这是个和谐的世界 在伊甸园里面 人与物无对 它跟万物是和谐的 没有对立 圣经提到 上帝创造天地 天和地 那个天 就是指新疏的世界 地就是地球 然后圣经也提到 上帝创造诸天 这是多个层次的天 那是奥秘的世界 灵界等等 而上帝自己 又超过了一切 上帝创造了天 也创造人 人也具有神的形象 上帝要创造大地 大地长出万物 所以天地人 在圣经里面 也很明显有这样的框架 而且我常常都说了 就是基督教本身 由于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上帝本身是三位一体的话 它的具有关系性 所以关系性的 上帝创造的宇宙 也是个彼此相关 互相感通的宇宙 这个就跟中国的宇宙观 基本上是没有冲突的 宇宙万物是彼此感通 万物从罗格斯 上帝的展画创造出来 都从一个基本一套的意义里面出来 这个意义是彼此相关的 所以宇宙是个感通的宇宙 但是人由于犯罪 就打破了那种和谐的格局 人就失去了和宇宙的关系 失去和上帝的关系 也失去和他人的关系 就进到各种的苦难当中 而罪恶 在基督教讲的罪 我从前也讲过了 罪不是一个实体 而是完美给亏损的一个状态 这是私人的方法 最亏损的上帝的荣耀 所以罪不是一个实体的实物 而是一个亏损的状态 所以这个跟儒家的人性善 不是基本冲突 而只是说明人性的善 是会因着原罪 而不能实现 因为这个善在亏损的状态 就会扭去让他不能实现完全的善 所以人虽然有联知 但是联知只能够让人知罪 而不能让人完全达到善 而要回到和宇宙的感通 和上帝的感通 那要通过耶稣基督的钉死之下 学服才能够完成 这个伟大的感通的关系 而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看到 右边是天地人 但是通过十一架把它和好了 然后左边那个是上帝 是超过了天地人 因为他创造天地人 所以通过十一架 你不单把天地人来符合 而且让人与上帝符合 当人与上帝符合 就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 而且也努力把爱实践出去 去帮助贫困的人 帮助饥饿的人 抑制受伤害的人 就形成一个上帝的国度的行动 那么我们面对现在这个年代 如何建立新的能力学呢 那么根据一撰提出的天地人的本体架构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现代的说法 说法就是天代表上帝 或者行恶上的真理或者道 然后帝代表自然 然后人代表心性 然后我们要创造三能 人能就是以感通的人为本 让人与天地来感通 地能就是环保 建立一个自然的和谐的世界 现在很需要地能 所以大地神学 还有大地的能力 还有天能就是回复和上帝感通 来达到与大地和他人的 和谐 然后我说现在面对全球 全球化的年代 全球都没道德的时候 我们如何重建全球的能力呢 第一我是用道家所讲 非彼无我 非我无所取 就是没有你都没有我 没有我我也没办法 这是全球化 你要看我我也靠你 也是佛家所讲 万事远起三一 彼此三一的 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要用孔子的思想 就举手不欲 勿施于人 我不希望人这样对我 我也不这样对人 第三我主动一点 几欲力要离人 几欲力要打人 做好我自己 帮助他人做好 然后第四 这是耶稣的说法 你若要人怎么样带你 你就要怎么样带人 我希望能爱我吗 我先爱他了 然后非一人 乃一人 我是来 是要服侍人 那是更高了 我不是受人服侍来 是服侍人 第六呢 就更厉害 所以宽恕仇怨 以怜悯的心去爱敌人 到最高的境界就是 专子所说 善于招物皆有 善于外生时 无中时皆为有 老子所说 道发自然 佛家所说 四十五爱 儒家所说 暂天的花育 然后在圣经的时候 行公义好怜悯 全谦卑的心 与上主同行 那么基督教跟儒家的最不同 是他从启示而来的宗教 但是面对祭祖先 我们怎么样 去面对的宗人 祭祖先 圣经有一个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第十章里面讨论 能不能够吃败过偶尚的祭物 实在里面可以分成两种看法 第一就是 真的理解神的人 就明白 上帝只有一位 根本没有其他神 所以偶尚根本宣布的什么 所以吃那些没问题 寄过偶尚的食物 没什么问题 但是比较软弱的人 他觉得偶尚可能是神 怕吃了这种 寄过偶尚的误会 得罪诸神 然后保罗就说 第一从强解的看法 偶尚背后没有神灵 所以根本什么都可以吃的 不过为了 软弱的人 他怕吃偶尚的物 但看到你吃了 他又吃了 吃了之后又觉得不安 为了那些软弱的人 树立好的榜样 那么你虽然知道 真理上 偶尚不算什么 但为了他们 你就不吃 拜偶尚的食物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那是圣经面对 各种民间迷信的一种原则 凡事都可行 但都不有益处 那么遇到 季祖先的问题 丁伟良这个宣教士 他的说法 季祖先实在表面 才是那种迷信的 但是他后面的原意 并不是拜神 而是一种礼仪而已 所以他说季祖先 是我并不反对 我反对只把这种礼仪 变成用对顽灵的崇拜 他就不同意了 然后这个Harry Smith 在香港研究那些季祖先的人 他就认为 香港人大概都不认为 你这种季祖先的礼仪 是跟 让死人跟僧人联系起来 他只是一种宗教的礼仪而已 所以他认为不需要反对 那怎么办 如果基督徒信的主 面对老一辈要祭祖先那里 怎么办呢 原来有些布施 是有一套方法的 首先回到中国古礼的精神 古礼就是 是尊敬皇天三帝的 而祭祖先是跟尊敬三帝在一起 而且儒家的祭祖是为了培养你的孝顺 而不是要拜鬼神 而且祭祖先会团结家族 所以你敬祖而不拜鬼神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那就有一些牧师是这样 我到过台湾一个叫 在新竹里面有个峨眉山 是科资人的地方 在哪里呢 科资人很难伤他全福音的 因为他们都有很多民间的东西 但是牧师成功让很多科资人信主 因为他有个办法 你信基督 你信最高的神 但是当我要拜祖先 不用吧 你先把祖先旁边的偶像拿走 祖先牌位也拿 我换一个给你 用一块直的板 写了 好像联门 谈上历代中青 来去掉任何假些 这个鬼云权在的那种祭物等等 都拿走 然后认为基督教 祭念祖先是有另外一套办法的 好像这样了 我也想到用一些对论 那个牧师也想到用中国古代的 环天三地 中间的联门堂山历代中青 然后右边 这句 这句就是福音来的是 康熙所写的 地坛 但久为初人弊 天路 心平 圣子通 这句就是这样 信基督 就能够通到天了 地坛就是伊甸园了 我们认识我们的祖先 伊甸园就关了 但是靠着基督 我们就通天了 所以这句 基督的诗句 上面还原上 中间都是用牌子写的 就是用纸板写的 所以他一信主 马上拿走其他的 那些祭物啊 偶尚要拿走 然后换了几张纸给他 你贴在这里 样子也差不多 那他也安心了 老太太 老奶奶就安心 对对对 我还是记念我的祖先 不过没有拜他 他也不是鬼 还有 好像太初有道 然后 这个对论是 明求 挖出一个铁的 实际加油件 的一对对 它是汉桥下来的 是东吴的时候下来 它是四海 庆安南 铁柱 宝官 留十字 万民怀大者 金炉 山炫 矮千秋 那么这个铁石地下的发现 证明了在汉桥 基督教应该来过中国 是在坛桥的 井教之前 基督教应该来过 因为这一队的队 是非常有基督教的味道的 然后后面这些是我照的 是上帝临在 然后写一队队 你这些队来送给人都可以的 宇宙有恩德 爱家爱国爱上帝 这个中国政府会很高兴 人间有清情 敬天敬人敬祖宗 好像这样 发起来 天父保守 海天疗活 职务照物恩情 灵声宽管 体察人间道理 这是我照的 我随意照一些 有一点基督教味道的 一些的对论 天地有爱 全心养性 世上地 人间有情 诚意 修身敬祖先 敬祖先 不是拜祖先 不把他变成鬼神 而是敬他而已 等等 我们就可以用很多这些的 中华文化的方法 来取代 圣化了那种的祖先 拜祖先的迷信 我们上一谈都提过了 祭祖原意 不是拜鬼神 儒家施赏 如此 在远古还认为 祭念三帝的时候 才祭念祖先 所以我们回到古里 我们信了基督 我们是敬拜三帝 在敬拜三帝的时候 也祭念我们祖先 我在韩国看到一些 基督教领袖 在新年的时候 他一家团聚 就有个祖先牌围 不是牌 而是一张纸写的 他姓宋 宋门堂上 历代中庆 大家一家就在那里 唱诗歌 祭念神 然后孩子们都像 这个爷爷来来 来恭喜 在拜年的时候 好像这些呢 我觉得就 很有文化 中华文化没味道 但是也是基督教的 不把它变成拜鬼神的东西 而是在这个时刻 我们祭念我们最高的造物主上帝 同时也祭念我们的祖先 他们 我们只是祭念他们的恩德在过去 也祭念上帝的恩情 这就是我们用儒家思想 可以跨 真的儒家思想 来跨掉民间迷信 而带来一种 基督教的一种新的 重造这些的礼仪 感谢